这一名24岁打零工为生的无姓男子 日前在脸书上面 认识了16岁的少女叫小芳 两个人到新北市玩 而且发生了性关系 但是因为小芳是第一次 有这样的性关系 这男子居然还传简讯 问她说还会痛吗 结果被小芳的妈妈看到 就非常生气 逼问之后了解整个过程 就带女儿验伤怒告性侵 这男子事后被约谈道案 坦诚发生了关系 但是她说是两情相悦 表示很喜欢对方想要稳定交往 但是少女妈妈听到更生气 这女儿那么小 根本欺负嘛 你是欺负我女儿设施卫生 不准两个人再要留联络了